大家好 欢迎收看3月7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台东县政府7号的下午举办了扩大主管会议 县长饶庆龄除了颁证红榜给获奖的单位之外 更特别颁证感谢状给县名邱瑞雄 透过消防局指导电话 成功利用CPR救回昏倒的民众 另外 饶庆龄也在会议当中宣布 从明年开始将逐年增加超勤津贴给台东的警销人员 同时公务员的加班预算也会提高 县长饶庆龄7号下午在县府举行3月份扩大主管会报 在会议过程中颁证红榜给获奖单位 并接受各局处的县长 同时也特别颁证感谢状给县名邱瑞雄先生 感谢他在去年透过电话由警销人员指导执行CPR 成功救回路导民众的生命 我首先要真的谢谢邱先生 邱先生也是我们国际紧急救难协会的议员 也是因为他 我们已经跟消防局提出一个全民CPR的专案 因为我们真的都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们可以救别人一命的 所以非常感谢邱先生 我们会有一系列的活动 我们会来把台东县成为一个全民CPR 大家都能够在及时的时候 能够成为别人生命中的那一盏明灯 除了颁奖之外 县长也在会议中宣布 要为警销人员及县府公务员调高加班薪资 不过县长也特别提醒 增加加班费的目的 并不是鼓励县府同仁加班 反而是希望大家都能回家陪家人 我们在不增加警力的状况下 我们来提高超级津贴 我们一年一个人增加500 各位 等于第一年从明年 因为这个没有这样的预算 所以我们今年会放进明年的预算 明年是12500 后年是13500 然后最后年13500 你不要看这个500块 我一年要多800万 800万 所以第二年是多 1600 第三年是多 2400 我觉得无论如何 我要想办法 我们把它拿入明年的预算 这样 各位 我宣布不是要你加班 拜托你最好 不要用这笔钱 你不要加班 你回家陪小孩 县长颁赠红棒给获奖单位 除了希望这些优秀的获奖者 能够成为其他人的榜样之外 也透过提高预算 增加加班费 提高在第一线执行的 警销人员试绩 希望台东能够越来越好 记者陈吉林台东市报道 好 大家 Math4 accompanied by 苏 不